今天做的这个视频并不是规划之中的 但也差不多是时候把一些事跟大家聊一聊了 我知道我的观众都是摄影师 因为只有摄影才看摄影东西 这是个很讽刺的事情 因为大多数人拿起相机 都是为了增加一个自己和他人沟通的渠道 没想到其他人都是摄影师 难怪摄影最后都发展成了稿机 但是稿又不是真的稿 最后稿的大家都成了寡卵 不要不信啊 我可以很诚实地告诉你 我的微博粉丝中90%是男性 B站粉丝中80%是男性 所以你新兴库学了一生的本领 以为自己可以和模特碰撞出火花 结果最后发现模特拿着你拍的照片 跟别人在一起了 然后你以为自己的大作可以打动围观群众 没想到他们都低着头刷短视频 没有人看得到你的作品 所以如今的摄影师面临着很可怕的一个现状 可能很多人还没意识到 那就是我们没有观众了 可能这话说的点突然 那么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B站取消了摄影区 有没有人知道啊 因为没有足够的观众啊 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理由 去扶持一个赚不到流量 并且越来越不赚流量的领域 那怎么办 淘汰掉了 你 我 还有那些没有时间看视频 一心专心在拍照的人 都已经被淘汰掉了 现在几乎所有的摄影社区都在很艰难的维持着 因为他们缺乏普通观众 而这些社区其实 从一开始就是靠着摄影师和爱好者 来维持这个圈子的活力 来保护这个圈子的生态 放下相机的人越来越多 拿起相机的人越来越少 缺少新鲜血液作为观众群体 谁去看你的大作呢 近几年有几个好的约片平台 也是刚好就没了 还不是因为没有普通观众 观众少 谁约片呢 难不成让摄影师去约摄影师 然后干羞羞的事情 不仅仅是摄影社区 整个摄影领域在现在看来 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外部观众 可能七八年前大家觉得摄影热度高吧 一方面是因为当年摄影刚刚普及没多久 大量的新人涌入 这批新人成了观众 再加上当年大家能看的东西也不多 也没让现在视频也这么火 如今原本会拿起相机拍照的那批人 要么忙着刷短视频 忙着打游戏虚度光阴 忙着四处奔波只为了生计 或者忙着为家庭分担沉重的压力 可能买相机的人依然很多 但我估计大多数都不是为了热爱摄影 说实话我也实在想不到一个普通人 有什么理由突然决定为摄影长期投资 除非从一开始对这个领域就有着刻骨铭心的爱 所以摄影的结局最终就是两个走向 一批拿起相机主要是为了混口饭吃 养家糊口的人 只要把握好刚需 专攻什么儿童婚礼婚纱广告宠物 这类东西 肯定最终还是能生存下来的 说不定还能活得很好 另一批不信的 是把摄影当成爱好的人 因为我们的动力大多来源于观众的认可 那么如果没有普通观众的话 我们只能去追求更高级的观众 比如说去国际上的平台投稿作品 参加各种国际赛事 我前几年就一直忙着这些有的没的 一叉发表率差不多60% 每年都能拿个或大或小的奖 但实际上又能怎么样呢 圈子越高 人越少 交流的也越少 之前拿了个FAPA的奖 开开心心的跟家里人炫耀 我爸第一句话就是 这奖能拼支撑吗 后来我都懒得说得奖的事情 没人在乎 没有观众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未来 就是你和我 在养老院的阳台上 坐着轮椅晒太阳 我说 你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铁拔撕逼的事情吗 你说 后来你天天自己在微博上晒气拍猫 我不都懒得跟你玩了 我说 是 当年我还有微博一百多万粉丝呢 如今只有你给我在朋友圈点赞喽 你说 我今天拍的鸟你还没给我点赞呢 快点让护士把手机拿给你 不然明天我不看你朋友圈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课 下课